孩子,你怎么都不听话 爸妈,你别管我 老师,我跟您说 我孩子啊,小时候跟我很亲近 没想到上国中后 我们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 现在回到家,只会滑手机 我说你啊,都不认真读书 我们辛苦赚钱,让你上学 补习,学才艺 你看你,好事曾经能看吗 你怎么就不听话认真学习 你看邻居,那个哥哥,姐姐 多优秀,多会想 唉,我都还没讲几句话 就开始吵起来 最近一回家,就关在房间里 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了一个孩子了 现在也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才好 我要怎么办才好呢 老师,我跟您说 我爸妈超级烦的 每次我放学回到家 刚拿出手机 要跟同学聊聊天 玩个游戏 就会开始唠叨 你成绩那么烂 还不会自动好好读书 整天只想滑手机 拜托 我整天学校上课 下课后还要去补习 数学、英文、作文、钢琴 还要准备一堆作业考试 我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我的生活 就只能由他们大人安排 每次只要一反应 就只会被念超久 根本不听我说话 我真希望赶快长大 外出读书 离他们越远越好 这样我就不用再被管了 身为第一线的教育人员 以上类似的对话 十多年来 在我执教的学生、家庭中 不断重复出现 宛如八点档连续剧的固定剧情 我常想 在少子化的环境趋势下 当初每个孩子的出生 都是父母心中的超级宝贝 呵护无为无知 努力给他吃穿 用好的 只要他平安长大就好 然而 随着孩子长大 进入求学阶段 爸妈的种种要求 欲望不断扩张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期待 与同财间学习成绩 财艺表现 等等比较的压力 突然笼罩孩子的生活 赚钱让他上安清班 补习 参加各项学习竞赛活动等 把孩子的时间填满 心中满意谈算者 未来发展 必然是美好开展 然而 曾几何时 那个可爱的小天使 小宝贝 怎么越来越不听话 顶嘴 反抗 亲子间的关系 陷入僵局 说句心理话 孩子毕竟是孩子 他的成长过程 全受所处 家庭 学校 环境的影响 身为父母 必须认真的学习 并重视家庭教育 这一环节 亲子间的陪伴 沟通 成长 不容忽视跳过 不是单纯赚钱 供他生活 读书 补习 孩子就能美好长大 多少家长下班后 忙着追剧 养虫 吃大餐 享受自己的生活 相对的 花多少时间 陪伴孩子聊天呢 听听他分享 想整天身边发生的大小事 学习上的瓶颈 男女同学间相处上的问题 甚至或许 早已遭遇到同财的霸凌 起伏呢 当父母的我们 一天留给孩子 一天留给孩子多少时间呢 而从何开始 孩子开始不听我们的话呢 沟通应该是双向的 建议爸妈可以检讨自己 是否会一味地传达自己的想法 而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和意见 最后不自知地 抱怨孩子不愿意听话 当孩子想表达想法时 请练习尊重他的意见 给他机会 说出心里的想法 真心想倾听的态度 可让孩子 叫愿意与爸妈交谈 也叫容易说出心声 人们在生气的时候 经常会口无哲拦 不自觉地说出伤害他人的话 口出而言 或许不是父母的本意 但我们总认为 自己天真可爱 宛如天使般的孩子 很快就会忘记 我们学说的一切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负面情绪 悲情 往往会根深蒂固地 植入小孩的脑海里 并潜藏很久 这会在他们的心灵上 留下深深的疤痕 即使孩子长大后 仍然会继续困扰着他们 所以父母亲 学会控制好情绪 并留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与态度 是亲子沟通间 不容忽视的环境 我们可以保护孩子 但无法控制孩子 总有一天 他会长大成人 所以当孩子遇到困难时 试着不先主动帮他解决 而是和他一起讨论 可以怎么做 最后 父母的身教 是最好的教育 从小陪伴 善导孩子 养成尊重他人 以自己 与人为善 做事 果敢负责 懂得 知足 与感恩 相信是更为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